OK,大家好,我是阿周 今天要为各位介绍的 这是我第一次到马祖住宿的酒店 侏罗湾会馆 我对这间会馆的印象非常非常深刻 本以为呢,到离岛啊 会住得非常不好 不过看到有这样水平 在马祖算是不错的一间 那个住宿的会馆 推荐给所有的好朋友 首先让各位看一下 他房间里面的一个配置的 是今天晚上住宿的民宿酒店 卫浴 就这样 免治 干湿分离 蛮干净的 房间 看着海 现在是退潮时间 三个衣架 那走进来 转过来 两张床 一个电话 一张大的 还有椅子 就可以办公用的 有阳台 太热了 不出去 大致上是这样 对面 就是 应该是中国大陆 那边有 远方 那边有风力花电 那就是对岸 中国大陆 在地方 有电风扇 风力花电 蛮漂亮的 OK 住宿了一晚 这天早上的早餐 就是 这样的一个菜色 给各位看 基本上 看起来很清爽 以吃白粥为主 我还加配馒头 那就是 加一般青粥小菜的 配菜 那它这边会有 适当 一般的炒菜 这个 量啊 随时都在补 我 对今天酒店 在这边 住了两个晚上的感觉 非常的不错 那这影片呢 事后呢 才做的 所以说 就是当下做的 看到好 这是白粥 那另外这边有 陶吐司 那果酱它没有上 它有 那个巧克力的 还有花生的果酱 再过来这边有豆浆 那还有馒头 这就是这里的早餐 整体来讲 我对猪肉湾会馆的印象 非常非常深刻 他们所有的工作人员 服务态度都非常的急切 那你有什么需要他们配合 他们都愿意协助 这是我对这间会馆 印象深刻 有机会 下次去 还会住这间 好了 影片就介绍到这里 推荐给所有的好朋友 那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关注我的影片 我们下次影片见